我相信最近有两件事情 很快就要水落石出 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18周年 我们大连的同工现在正在积极的准备 一些外地的同工也在参与这个准备工作 一个是18周年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有很多姐妹 心里面多少有点担心和顾虑 就是第一我们18周年能办不能办 18周年能办不能办 不是我们想办不想办 是现在的整个中国的这个疫情 我们最近看到新闻报的是一方面 但事实上还有一些消息比新闻报的更严重 比方说我们在大连虽然看起来还是中风险或者是低风险 至少现在目前大连不是高风险 但是大连的个别的区里面的个别的小区是已经封闭了 那我今天早晨就是接到一个消息 有一个朋友刚好那几天去南京 然后呢回到家先通知这个自我隔离 这个自我隔离结束了又被拉走去集中隔离 所以我想就是说在政府的层面 在政策层面有特别多的变数 那我们作为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 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我们决定办18周年 那这个日期这个日期我相信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寻求神也是受神的感动我们定下来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就在我刚刚跟大家讲话的时候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 孙灵还在对不对 孙灵还在我们每年我在大连的时候 每年八月份我们都会组织一次海边洗礼 我们大概提前一个月 大概七月份我们就甚至更早六月份 我们定下来了八月份第几周 我们来做海边的洗礼 然后你说巧不巧 每一次我们定下来洗礼的那一个礼拜天 一定要下雨 一定要下雨 所以这个就这个就很麻烦 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雨还蛮大的 那雨是蛮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挺考验信心的 因为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就不太适合洗礼 有几个原因了 第一不适合拍照嘛 对不对 那受洗的全身是正常 那不受洗的也跟着湿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下雨的时候 还是有的时候会比较脏一点 所以我们就有好多的问题 所以每次当上午聚会结束 我们一般都是上午 上午还正常聚会 聚会结束 我们吃完饭 我们去海边 在上午聚会的时候 还一直下大雨 中午吃饭还下大雨 都居安会了 吃完饭了 就要出发了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拍板 就是洗还是不洗 所以我自己我每一次我都跟神摔跤 就是神 这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是在祷告中感受到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是上帝所定的日子 是神所解决的日子 所以我们就相信 我们就顺从 我们就通知大家准备那一天我们洗礼 但是问题到那一天下大雨 这个不太适合洗礼 事情每一次 孙林在 每一次孙林在打字了 漂泊大雨 每一次 我们甚至出发的时候 还下雨 但是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到了海边几乎雨就停了 有的时候 到了海边雨没停 嘻嘻嘻嘻嘻的小雨 但是我就一直祷告 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等我们洗礼的时候 一定是雨停的 慢慢的 我就摸到这个规律了 你知道在大连 这个 这个大连本地人也好 外地游客也好 外地游客七月份 八月份来大连干嘛呀 就是来洗海藻了 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 那海边呢 就像竹饺子一样 人山人海的 其实洗礼还真的不是很方便 因为洗礼毕竟是一个 很圣洁的事情 希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大家可以敬拜 可以赞美 让弟兄姐妹不单单身体被神洗了 心灵也被神洁净了 所以每次下那雨 海边人就稀稀拉拉的很少 所以整个海 这个海边几乎是我们包场了 所以这是第一 那第二 第二 真的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 我们感受到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在 我就在讲我们十八中年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 让我想起来过去的 应该是每一年好像都这样子 没有一年是 就是晴红万里的 每一年 我们定那个日子一定是下雨 但是你知道 我们常住大连的弟兄 常住大连姐妹知道 大连不是每个夏天都下雨的 每个每个礼拜天都下雨的 但是常常是我们定线 就是这样子 所以所以今年我在想 我在想我们八月份 我们这次十八周年 我在想 可能就因为 这个疫情的风声紧张 很多想出来旅游的 他们就不买票了 他们就不订酒店了 他们就不来了 我知道现在好多人本来有计划 上这玩 上那玩 上这去 上那去 都不去了 赶紧在家待着吧 搞不好坐哪个飞机 搞不好坐哪个高铁 搞不好到哪个城市 搞不好就碰上 这个新冠患者了 然后自己作为密接被隔离了 所以我自己我相信 今年我们的机票会更便宜 今天我们的酒店可能更便宜 今年我们来的人会更加感恩 因为这又是一次信心的考验 所以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祷告 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祷告 我们办十八周年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炫富 别的教会都快搞不下去了 我们就还搞得这个有声有色 我们吃一顿喝一顿玩一顿 这不是我的目的 这也不是我们同工的目的 这更不是我们教会的目的 我们办十八周年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姐妹 不单单有信心 而是更有信心 不单单信心被坚固 而是信心更加坚固 所以我自己我盼望弟兄 我盼望姐妹 包括外地的弟兄 包括外地姐妹 今天这个礼拜天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你跟我们同工联系 报名 如果你还没有买票 今天你就把机票火车票买了 你就来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你就来 因为这次十八周年的目的 非常的清楚 就是让有信心的人更加有信心 让在信心上 有的时候还摇摆的人 在这一次经历神经 所以我自己我的祷告就说 主啊 你掌管万有 对不对 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信的 每一个目的是都这样讲的 那你真的是掌管万有的话 连病毒都在你手里 连病毒落在谁身上 不落在谁身上 病毒在哪一个城市爆炸 在哪一个城市就尿不牵了 就擦边过了 都是上帝决定的 如果今天你信上帝 你一定是这样信的 如果今天你信上帝 一定是连每一个细节都他在决定 所以我自己 我在这里面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我盼望 就在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神的灵就能感动我们的一些弟兄 我们一些姐妹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为18周年我们尽时祈祷 我们为18周年尽时祈祷 并不是要18周年一定要扮成什么样子 我们为18周年祈祷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 所以我们愿意与神同工 一起经历神的大能 见证神的荣耀 让大连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有一群基督徒 因为有一群基督徒在祷告 这个城市本来要沾包 这个城市本来要背锅 这个城市本来要倒霉 沿着一群基督徒 因为一群基督徒要在这里办一个荣耀神的大事 而被神格外祝福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记得去年我跟孙林的那个几次讲 我孙林去年中国的经济不好 其实美国的经济不好 我说但是神奇妙的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 没有一个人丢了工作 没有一个人丢了生意 我说我说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在做宣教 就是因为你们还有一个能花钱的牧师 因为你们牧师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为神的工作在花 所以神一定用他的方式供应 那他的方式就是要祝福 这个牧师牧养弟兄姐妹 然后这些弟兄姐妹有收入 有奉献 然后牧师就可以继续往前跑 奔跑 所以我说 我说你们就相声感恩就好了 别讲那么多 我们捐单钱都被牧师花了 别讲那么多 幸好我在花钱 我要不花钱 可能你们连钱都没有了 所以我知道去年 我在跟孙林在做这次对话的时候 他还讲见证 说他的公司里面 有个部门整个就被踩下去了 但他的部门还在招人 最近雪莹的部门也在招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Catherine昨天跟我 Catherine我不知道在上面上线 Catherine跟我说 他的公司现在都是招人都招不上来 生意好 现在招人都招不上来 所以几天前 我们将会一个小朋友跟我讲 他正在投简历 好像都没有什么结果 我说你把简历给我吧 我给你内推一下 Catherine拿到简历说就说 OK 这个简历我们深圳也可以推 上海也可以推 因为深圳上海都缺人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特别的相信 我特别特别相信 一件事长于不长 一件事能发生 不能发生 跟你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而跟什么关系 跟信心有关系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不需要任何人打字 你都不需要打字 我相信 两件事情能让我看穿你相信 第一 报名 买机票 买车票 买 第二 尽时期到 尽时期到 我知道 我们教会的一个法宝 就是尽时期到 我这些年 只让任何时候 遇到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 我谁都不找 孙灵能找我 我能找孙灵吗 我只能尽时期讨 找上帝 我感谢神 现在孙灵也很少找我 我越来越开心 我越来越开心 他不找我的时候 是他找上帝 所以今天 我们就尽时期讨 我们盼望 我们盼望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功能当中 我们来看到 神的大能 因为这个世界是无故的恨耶稣 所以当我们要做神的功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去遇到拦住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拦住神的功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特别需要达到一种平衡 是我们要做事情 我们要做事情 但是呢 我们又不靠自己 不要觉得我们很厉害 我们很强 我们很能 我们做事情 但是我们靠神 同时把结果交都给神 任何结果我们都能接受 任何的结果我们都能接受 所以慢慢的我盼望 至少我们的同工 现在能体会到这种 这种状态 就是 我们又很积极 我们又很积极 没有一天 我们是闲着的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事情做 我们又不是很焦虑 我们做不成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达成什么目标 达不到准备呢 我们教会没有业绩考核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 在管理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极端 并且职位很高的人 越来会越体会到 我的这个 这句话里面的大智慧 没有业绩考核压力 没有业绩考核压力 我在洛杉矶 我已经无数次 跟我身边同工讲 我说 为什么美国的教会 大而无力 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的业绩考核制度 你作为一个传道人 你作为一个小组长 你作为一个区长 你作为一个区目 三个月过去了 你发展 你的发展怎么样 KPI 元素有没有增加 KPI 这个奉献的前数 没有增加 KPI 这个那个 都是很量化的 所以一旦有量化 一旦有考核 就一定有造假 就一定有放水 我说是 这一年 你得过传十个福音 结果他就传了两个福音 怎么办呢 拉八个 说你来教会吧 来教会 居然会请你吃饭 那八个 也被他呼噜来教会了 但是看起来挺好 来了十个人 但是不幸的是八个 你想就这么整 那教会就变 就算人多 也是一盘三杀 所以我们教会 宁可只有两个人 但是都是真信的 那就是人心其太善意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 我身边就两个兵 一个是Eva 一个是Vivian 然后经过一年 又多了两个兵 一个是Jenny 一个是Andrew 所以今天 你别小看 我只有四个兵 我每个兵 他下面又带了几个兵 所以现在拢一拢 也是二三十了 所以我们去年 没有业绩考核 今年没有一招核 明年也没有一招核 但是我自己 我相信南加 现在已经 已经有了一个根 他慢慢发展 北加 我这次 我从德州 达拉斯 我现在在 德州旁边 另外一个州 奥克拉荷马州 我会在这待两三天 然后再回德州 待两三天 成了一周 我结束以后 我就会去北加 而且未来 我会每个月去北加一次 在今年下半年之前 我会在北加再开一个分会 那我们就在加州 一南一北两个教会 所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没有业绩考核 至于牧师在美国一年开了一个教会 还是开了两个教会 还是开四个教会 开八个教会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就是很积极的在做 抓住一切机会 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又把结果之后都给食 我最近我在扶导一些身边的人 我就跟他们讲 就是相信神 就要相信到这种状态 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这个野心 一定要怎么样 我也没有特别大的焦虑 这个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 我就在相信神的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积极的做能做的事情 所以等一会有人方便的话 你就帮我打字 看清趋势 抓住机会 八个字 看清趋势 你要知道整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大趋势是什么 这个大趋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不可挡 这个是要顺势而为 一定要看清趋势 看清趋势 然后呢还要抓住机会 你说牧师 你讲这么多干嘛呀 今天的经文讲的是啥呀 今天的经文 跟我刚才讲的也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 这些人 指那些不信主的人 这些人 指那些法利赛人文士 这些人指那些祭司长宗教人士 这些人会因为我的名 会因为上帝的名 会因为主的名 会因为耶稣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行什么事呢 就是逼迫你们 就是逼迫你们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差耶稣来的是谁呀 差耶稣来的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我们的上帝 差耶稣来的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我们上帝 所以这些人 逼迫信耶稣的人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 派耶稣来人间的上帝 所以今天从根本上 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被神拣选的 认识神的人 被神拣选的 认识神的人 就相信神的话 就遵行神的话 那还有就是 他不认识神 自然也抗拒神的话 甚至逼迫 甚至逼迫相信上帝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 同样在一个家里面 也有两个阵营 同样在一个家里有两个阵营 所以圣经早就说了 向来都是属血气的 逼迫属灵的 冬雪也好 雪盈也好 你们谁快 谁就找出来 发到群里 也发到我们这个 zoom的对话框里面 向来都是属血气的 逼迫属灵的 向来都是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属灵的人 从来不会逼迫属血气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 非常非常有意思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家里面孩子多的 你家里孩子多的从来都是不懂事的 欺负懂事的 你从来见不到 懂事的 欺负不懂事的 同样 同样 今天认识神的人 常常是被欺负的 而欺负我们是谁 是不认识神的人 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家里孩子多的 或者你在那个学校里面 在幼儿园里面 特别是这个夏天 我亲自组织了这个小学生的夏令营 我看了一清二楚 欺负别的孩子的 一定是不懂事的 一个懂事的孩子 他不会欺负别的孩子 甚至还会帮助弱小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分为两个阵型 我们是哪一类 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身份 我们人最大的悲哀就是 我们没看清自己 我们整天把眼睛盯在别人 谁又说啥了 谁又做啥了 谁又说啥了 我经常对我们教会一些人讲 我说他爱说啥就说啥呗 反正嘴长得人家神圣 所以我老这样讲的 搞得我们教会现在都没有人传话了 很感谢神 你们阿们不 有的教会你知道吗 这个牧师也愿意听人打小报告 然后也有人愿意打小报告 这个市场挺热闹 有卖的有买的有需求有供给 这个牧师在里面我反而不爱心 今天如果孙林跟我说 牧师谁谁谁又说啥了 我就一定会跟孙林讲 他爱说啥说啥呗 嘴长在人家神圣 咱也管不住 那我只需要三次 孙林再也不跟我提 牧师谁又说啥说啥了 当牧师不提了 当孙林不提了 当我做牧师我不听了 这是这个世界就清净了 所以今天我越来越盼望 我们教会这些做头的小玉 马上自己开公司 那就不是总经理了 那就是董事长了 那就是实际控制人了 那我对你就要求了 以后但凡不讲话 咱就不讲话 越大的领导越不讲话 越大领导越不讲话 越大领导越不讲话 那你说牧师我不讲话 我干啥呀 对呀你不讲话你干啥呀 你不讲话 你不讲话 你就去把那心里 要跟人说的话去跟神说 所以我自己我越来越体会到 我自己我越来越体会到 当一个领导他大量的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当一个领导他大量的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就说明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就是一个他知道神比一切都重要的人 当他大量花时间在神面前 神就会在他身上做大事 至于他下面的人听不听他的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教会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你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打字方便的帮我打字 你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你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今天好多人跟我抱怨 特别是做父母的 因为牧师让我们家孩子不听话 今天也有一些人跟我抱怨是做领导的 因为牧师我团队的人不听我的 说白了 这些人咔嚓 我一刀全给剁了 你们又有问题 因为你们肯定是不听神的 你今天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你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特简单 这个世界特简单 你听神的就有人听你的 所以今天我很少跟孙林说 孙林啊 你得听我的呀 我是牧师 我相信从我第一次认识孙林 到现在也十年了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那这个我看这个灰姐在线 你出来讲两句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 灰姐呀你得听我的 虽然你是博士 虽然读的书多 虽然你懂的比我多 但是你得给我面子 你得听我的 来 你出来讲两 走两步 我啥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从来没说过 我以前不说 以后也不会说 我坚信 只要我听神的 自然有人听我的 谁不听我 谁傻呀 所以今天 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这个灰姐打字了 说没说过 这个我们不忽悠 我们不忽悠 我们就是这样实在 这个灰姐自诩 跟我超过十年了 所以十年我都没有说过 那以后我更不会说了 我更不会说了 我更不会说了 我们听神的 就有人听我们了 所以今天我盼望弟兄 我盼望姐妹 你当了领导 小玉你要当领导 这个孙林已经是领导了 还要继续往上提升 我看这里还谁是领导 续华也是领导 当的不太好 洪烈也是领导 也当的不太好 二立现在好了 二立现在不讲话了 二立现在不骚扰我了 上帝祝福你 李卫祥现在不骚扰我了 上帝祝福你 所以 所以我就祝福你们 我刚才点名的人 我鼓励你们 多花时间在神面前 你多花时间在神面前 就表明你是信神的人 就表明你相信神比一切多大 神在掌管一切 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你得到神的智慧 你有神的带领 你顺从神的引导 自然有人就来到你这里 来寻求智慧 来寻求引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要不要抱大腿 当然要抱 但是不要抱错了 我们要抱上帝的大腿 你抱人的大腿 那就越抱越倒霉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就是在过去 我的人生当中 出现过特别有名的牧师 在过去 在我的人生出现过 特别有钱的人 那个时候 我又年轻 也有的时候 看不清形势 差一点就抱了 那些人大腿 但是就是感谢神的保守 我没有抱他们的大腿 所以导致 今天我依然可以 也有这份自由 所以我祝福我们教会弟兄 我祝福我们教会姐妹 我们不抱别人大腿 我们只抱上帝大腿 当我们抱上帝大腿 抱到一定程度 就有人过来抱我们大腿了 小玉前两天有个见证 我都把那个见证 在这个北美已经传开了 所以小玉现在 你不但在中国有名 你在美国有名了 就是他差一点要抱人家大腿 有一个搞这个抖音的大咖 小玉很希望跟人家合作 结果这个大咖 提出一些无理要求 小玉想想 刚好那个时候 在听讲道的时候 听到你是信一个靠谱的上帝 还是信一个不靠谱的人 他想算了吧 就没跟那个大咖合作 没跟那个大咖合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突然明白了 其实核心正经历在小玉手里 小玉自己能搞定的事情 为什么要拖着别人 还要白给人家利润 所以小玉 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 把本来要给那个大咖的 百分之二十股份 现在转成百分之二十奉献 给我 哈利路亚 上帝祝福你 小玉 我现在也要继续祝福你 就是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祷告 你需要人上帝就派人过来了 你需要钱上帝就派钱过来了 你需要项目上帝就派项目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上帝要在顺服他的人的生命中 成就上帝自己的旨意 上帝旨意是什么 是好的 是善良的 是纯全的 是可喜悦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开心 就是这几个月看到小玉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看 这个世人因为耶稣的名 要逼迫我们信耶稣的人 原因是他们不认识 差遣耶稣来到人家的天赋 所以今天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被逼迫 就是正常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 上圣经没写 今天我告诉你了 在逼迫中 在诱惑中 我们也不动摇 我们就是相信上帝 我们就是仰望上帝 我们就是尊主为他 所以在美国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昨天还是前天我都忘了 孙莲跟我说 牧师北上广深不相信眼泪 你不知道那压力多大 我说我在洛杉矶压力更大 你想想 我刚治了几个新冠患者 结果就被邪教给盯上了 邪教天天找我 甚至我现在出差在外州 还给我发信息呢 你们要感谢你 等我把邪教给我发的信息给你们看 所以我自己我相信 他们来找我 证明他们实惑 因为他们能感受到圣灵在我身上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不怕这个世界不逼迫你 不怕这个世界逼迫你 就怕这个世界不逼迫你 有信心的人把这话打出来 你打字不方便 别人打完你拷贝粘贴 不怕这个世界不逼我们 就怕这个世界 说出说法 不怕这个世界逼迫我们 就怕这个世界不逼迫我们 在北上往生 不怕这个生活工作压力 就怕生活工作没压力 这个世界就要给我们 这些信神的压力 而这个压力恰恰 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让我们在患难中 靠着他的恩典变得强大 因为神的一个工作 就是让软弱的变刚强 马金还在不在 马金这个做销售肯定是有压力 马金做销售压力 但是你知道马金做销售的 马金做销售的比带他进入销售行的警铃 干的还好 不怕这个世界逼迫我们 就怕这个世界不逼迫我们 你知道不怕工作给我们压力 就怕工作不给我们压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没有主的人他们才怕压力 我们有主的人压力越大 挑战越大 哈利路亚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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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我不是刚刚给另外一个牧师 一次性付了一年的房租 两三万美金 所以今天 我们的这个 北美的一个通工说 他最近有可能能拿到一百万美金 他拿到一百万美金 至少捐百分之十 那就是十万美金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这次不 啪 协商支票 三万美金出去了 他那十万美金很有可能也下不开 因为我这种刚需 他那才有杠杠的恩典 因为我们这种刚需 所以当我把一笔钱捐出去以后 我有压力呀 我现在需要买车 都没钱了 没啥呢 因为第一个车涨价 第二个手里一点现金 我给花了 但是现在还真需要车 为什么 四个孩子都上学了 这个早晨上学时间几乎一样 又不是同一个学校 一台车根本不够 转一圈 肯定有迟到的 所以必须两台车 所以今天 我在这个时候 我就跟人祷告 我说神 我谁都不找 我就找你 你是我天的父亲 我就找你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大姐现在正在谈一个一百万的项目 不是项目是一百万 她能得到一百万 我说那上帝祝福你 来十万立马就换车 这次一点不客气 所以今天 我相信我的每一次患难 都是别人蒙福的机会 基督徒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的每一次患难 都是别人蒙福的机会 也是上帝释放他恩典的机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这句话 基督徒 我们每一次患难 都是别人蒙福的机会 又是上帝彰显他恩典的机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了 所以今天 如果我啥都有了 我啥都不缺了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就也啥都没有了 你没用 不是你没用 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那出来了还是没用 但是今天 你有用 你捐的每一分钱 都可以在神的国里面 成为宣教的一份力量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不怕被利用 就怕没用 这是我自己常常讲的 所以现在 我才开发出来 一套理论就是 不管是谁 能帮咱就帮 就这套理论 我把北家的一个 原来很自私的一个人 我这样讲说不好 逛家玩上北家呢 人家都请我到他家住 一个很自私的人 那天跟我 这个闹了半小时 说牧师啊 最近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 以前会很闹心 当然很闹心的 一个自私的人 被别人占便宜了 你就能好受吗 他说现在一点不难受 一点不难受 这个就 就喜欢 你讲的 能祝福别人 就祝福别人 能理解别人 就理解别人 能支持别人 就支持别人 所以他们现在这么做 肯定他们有他们的困难 我去帮他们一下 所以呢 关系也搞得没那么僵 大家呢 还对彼此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且透过这个过程呢 他的很多别的祝福 就就那个门就打开了 祝福就来了 所以 师之丧于 师之 一瓦在 中文好的 师之东于 收之丧于 那个 就是 你别看这块 随着点什么 另外一个地方得了更多 你一算总账 哎呀 还是赚了 所以今天 我自己常常是这样子的 我这块亏点 那块亏点 另外的地方 我有一个巨大的收获 不但打平了 还剩了 所以今天 我们最典型的一次 就是 十五周年 十五周年 我就跟孙林讲 没有预算 你们就花 需要花钱 你们就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没钱 花钱 他们自己垫上 你们就花 把账记好 回头 我都给你们付账 王武师讲话 算数不赖账 所以你们就花 没有预算 没有预算 你们就花 这个他们就花 他们就花 然后十五周年 最后结束了以后 账单全部付清 我还剩了一大笔钱 我拿着那一大笔钱 去欧洲又看了一下 我们在那里同工 所以今天 虽然我人现在美国 卡在美国 不能去欧洲 但是我没有遗憾 那欧洲的那些弟兄姐妹 我们见到了 我们祝福他们 我们鼓励他们 我们把一些连接 放在那里 我相信 谁有他的时间 到时候 我相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我会组团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以色列有 所以除了2023年 美国的20周年之外 我们还安排 至少一次欧洲 只要安排一次以色列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的教会 就是这样 一个 第一方面 好像就是眼睛里只有钱 另一方面又灰金如土 因为这些 都是经历 重要的是 最后能得到信心的增长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 耶稣说 我如果没有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他们的罪无可推卫 这句话太高了 这句话太高了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母去 他俩是遥相呼应的 耶稣就是真理啊 耶稣说什么 就是对的 耶稣说什么就是对的 耶稣说的就是真理 耶稣没说以前 真理 大家不知道 那既然没有真理 那每个人都是真理 公说公无理 婆说婆无理 但是当耶稣说了 那就公也没理 婆也没理 只有耶稣有理 所以基督徒家里面 都有个排便 这个排便叫 耶稣是我家之主 我记得以前 有人讲婚姻的时候 常常讲 家里是男的说了算 是女的说了算 有的家是男的说了算 有的家是女的说了算 但是现在 也不是男的说了算 也不是女的说了算 因为 耶稣是我们家之主 所以今天 同样的 在耶稣没讲之前 大家不知道标准是什么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 他也可以那样 你不能说他那样错 他也不能说你这样错 所以但是今天 耶稣说的话 如果你跟耶稣的话不一致 那你就错 那你就错 就这么简单 所以耶稣说 我如果没有教育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背 我记得几个月前 我跟大家讲过 我去旧金山飞机场 这个不愧为硅谷 不愧为弯曲 这个有钱 漂亮 厕所都是三个三个三个的 知道吧 男厕所 你厕所 男女都可以进的厕所 那这一次 我坐飞机到达拉斯 达拉斯也是个国际大机场 也是国际大机场 现在回中国的航班 除了旧金山有回中国的 除了纽约回中国的 除了洛杉矶又回中国的 达拉斯又回中国的 而且是直飞 也是个大机场 但是你上达拉斯 你会发现 策略都是两个两个两个的 那只有男女男女 没有说谁都可以去的 那这就是区别 那这就是区别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男女这件事情还真得讲清楚 所以在美国 我说了我绝对是目前在美国不受待遇的牧师 为什么 因为你你太极端了 你不承认同性恋 你太极端了 你不承认变性 你太极端了 你不承认堕胎 那这个怎么行呢 那那同性恋 人家这是人家的选择 你堕胎这是人家的权利 变性这是人家的权利 所以今天 别跟我讲这个 不是我同意不同意 不是我支持不支持 也不是我反对不反对 耶稣支持的我就支持 耶稣反对我就反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 我为什么说那伙人是邪教呢 他们管上帝不叫Godfather 他们管上帝叫Godparents 你这不扯大了吗 因为Godfather就说明 神是一个man 圣父圣子圣灵 你听过圣母圣女圣灵吗 没有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 父就是父母就是母 子就是子女就是女 所以今天东方有个邪教 叫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说什么 说耶稣第一次来是男人 耶稣第二次来是女人 所以搞了一个河南的小姑娘 做那个假基督 所以让人去拜 所以今天我接触的这个教 百分之百邪教 就从这一点他就邪教 为什么 我们是圣父 你来个圣父母 那圣父母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还是俩呀 是如果是一个 更糟糕了 雌雄同体 如果是俩 那整整完了 这上帝整出两个来了 我们就是一个上帝 所以今天他说圣父母 绝对是往西洋里面兑水 那这个绝对是邪教 毫无疑问 所以今天 我在今天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讲 如果耶稣没讲圣父 没讲圣子 没讲圣灵 那你说圣父母 哎呀 我觉得真挺好啊 你看特别是现在 这世界上这么多单亲家庭 你看这个宗教多好啊 这宗教强调父母 今天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 圣经的话 永远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圣经的话 你就容易被他们忽悠 那一个邪教的人的特点就是 他们自己不读圣经 所以那个邪教的人 最后一看 社会上这么多单亲家庭 这么多破碎的家庭 所以你看 我们还是我们的教会好 我们强调圣父母 我们强调这个有男有女 听起来有道理 实际上是对信仰缠了水 上帝非人 上帝的法则 就是上帝的法则 所以今天 这个他们教会的人 还给我发信息呢 他们的一些主张 和他们理念 这些主张 这些理念 听得都很好 但是你的出发点都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神的话 你们都不看 那不是人的理论吗 那你跟佛教有啥区别 佛教也在行善 慈祭干的也不错 对不对 那今天里面有个大哥 还是个穆斯林 他跟我讲你看我们统一教 多么宽广 我是穆斯林 他都把我收纳了 而且我现在是南加州的负责人 还能混个在里面 混个一冠半职 在我们教会 你穆斯林 你还有 还能混一冠半职 你能混越去 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在线上有没有穆斯林 举个手 在我们教会 你能混几 能混下去都不可能 所以在我们教会 混是挺难的 别说混个一冠半职了 结果这穆斯林大哥还在那 还在那跟我讲 我们看我们教会多好 非常宽容 我是穆斯林 我在这都是整个南加州的director 算了 他名片在我这 但我不愿意拿他的名片 以后我要亮我自己的名片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告诉弟兄 和哥哥姐妹 耶稣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说呀 我如果没有教训他们 如果没有圣经 他们做什么都对 但对不起 今天圣经来了 他们就有罪 就显出他们罪来了 而且他们罪无可退位 所以22节 我希望弟兄和姐妹 好好的记住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退位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再说一遍 一定要抄圣经 一定要抄 你可以不跟我联系 你自己抄 你可以不跟我联系 你自己抄 你可以自己抄 但是你一定要抄圣经 你一定要抄圣经 我们教会弟兄教姊妹 你们不抄圣经 我们教会有一天 也会成为邪教 为什么 因为现在 王牧师语录都快弄出来了 那个伊瓦在吧 伊瓦在 现在我每次讲到 魏老师都记笔记 安卓好像也在记笔记 记笔记目的是啥 要整理一本王牧师语录 我心里很清楚 一旦王牧师语录出版了 发行了 谁读啊 一定是你们读 别人不读啊 那你们读了 读了王牧师语录 你们不就不读圣经吗 你的时间就是24小时 那以后 我说啥是啥了 我说啥不是好事 我说啥得用圣经来检验 我是神的仆人 我的话不能跟神的话有矛盾 所以今天 你们抄圣经 你们要对圣经非常熟 是保证我们教会 不会成为邪教的 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一个教会有好牧师 不是因为教会牧师好 一个教会有好牧师 因为这些信都好 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 你们要用神的话来看我 来质疑我 没问题 你不要简单的质疑我 你要拿神的话来质疑我 所以我每次反驳的时候 我也不是拿我的话来反驳 我是用神的话来反驳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洛杉矶有一个同工 叫詹莉是个律师 他经常质疑我 为什么教会牧师 你财务不公开 我从来不用我的话去反驳他 我用神的话来告诉他 那现在感谢主 他现在明白过来了 哈利路亚 他现在明白了 他已经愿意捐钱了 这个很好 感谢主 我们要的并不是弟兄姐妹 一定要听话 我们要的弟兄姐妹 明白真理 在真理里面顺服 因为顺服神 而来尊心神的旨意 所以我也看到 我也看到神在他身上 在有一些美好的工作释放出来 所以今天 耶稣说 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然后我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有罪了 我没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罪 但我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有罪了 而且如今他们罪无可退位 二十三节 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也恨我 这要应验 律法上所写的话 他们无故的恨我 所以今天在这儿 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耶稣和父是同一位神 很难理解 我知道 我自己也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怎么办 咱就信就好了 不是三个神 圣父一个神 圣子一个神 圣灵一个神 是一个神 圣父圣子圣灵一个神 所以耶稣跟父神是同尊同容的 你恨耶稣 你就恨 怎么说 你恨耶稣 你就是恨上帝 孙女人还在不 孙女人配合一下 在 有一个大姐你记得不 那个 上来忽悠我 说我特别好 这个好 那个好 完了 去一想用嘴忽悠 忽悠 忽悠完以后就联系你 买了又买好吃 上你单位给你送饭去 记得不 我告诉你 那个人就被我撵走了 我说 你爱牧师不是这么爱的 你爱牧师 你就爱牧师 你别上面忽悠牧师 下面死地也拉同工 你知道吧 所以你爱牧师 你就买那些好吃好喝的 你给我送来 你不管我能不能吃掉 我吃不了 我跟我同工分 你别在私底下 这个玩小安小慧 所以今天 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 因为 我也好 孙女也好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你对待神的态度 能不一样吗 你对牧师的态度 你同工的态度 能不一样吗 只有一个神 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你对我们的态度 应该是一样的 而不要对我只用嘴 给我戴高帽 忽悠完以后 你拿着这个好吃好喝的 你去弄这些同工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同样的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你恨耶稣就算上帝 就这么简单 你恨耶稣就算上帝 所以今天这也是为什么 扫罗对大魏非常的不好 无端的攻击大魏 无端的逼迫大魏 然后逼着大魏 没办法只能逃跑 在逃跑的路上 你说巧不巧 还偏偏让大魏 得到三次机会 可以杀掉扫罗 大魏杀还是没杀 大魏一个手指头都没动 大魏说我为什么要杀他呀 因为我是神的仆人 被神监狱 他也是神的仆人 被神高谋呀 要杀他让神杀他 所以你看看大魏是真信神 大魏没有说我是神的受告者 所以我就要干掉你 我是神的受告者 你也是 因为我是神的受告者 我敬畏神 因为我敬畏神 我就不动你 所以今天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那些对牧师有意见的人 你们要好好想想 你们对牧师有意见 我告诉你百分之百 你们的信仰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公开讲的 反过来 如果我对谁有意见 也百分之百我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修炼到 我对谁都没意见 我对谁都没意见 我就是你来我爱你 你走没关系我祝福你 所以小玉是最好的见证 小玉十多年前在我们教会 后来因为一件事情离开 也不跟我联系 十多年没有 所以那天我跟小玉很认诚的讲 我说小玉你讲啥样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俩每次都说打电话 也没视频 我说你讲啥样 我都忘了 十多年了 我说 但是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 特别好 就是你回来了 最难的时候 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没问题 我爱你 我不会觉得是个麻烦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 我能祝福你 任何人找我帮忙 我都不会觉得麻烦 我感谢神 上帝给我一个机会 我能服侍别人 我能做一点事情 被神在天上纪念 你说好不好 我一想我就笑 我一想我就开心 我只要能为别人做完事情 我就特高兴 你们阿们吗 所以今天基督徒想不喜乐都难 所以我今天我就告诉弟兄 我告诉姐妹 所以你对我有一件 你对我有一件 绝对是你的信仰问题 今天你如果爱神 爱无及无 我是神的仆人 所以今天我盼望弟兄 我盼望姐妹 为我们的同工祷告 十八周年 很多工作都是他们做的 为他们祷告 也为我祷告 然后我们这些同工 我们自己也在神边刑查 如果我们对谁有意见 我们也在神边怀改 我对我们的同工每一件 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工 对我们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每一件 当我们的教会 彼此之间没有成见 当我们彼此之间 就是彼此祝福 就是彼此相爱 我塞 这个教会 已经不需要评价的 好不好 因为这个教会 你在世界上 你都找到第二个 无敌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 为什么很多教会 大而无敌 为什么美国号称 基督教国家 同心爱能合法 堕胎能合法 变性能合法 甚至现在你说它 不好都违法了 就说明教会 已经非常的软弱了 但是今天 我们的教会 没有软弱 我们的牧师 更没有软弱 为什么 因为有一群 爱主的弟兄 爱主的姐妹 每一天 在为牧师祷告 有一群 爱主的弟兄 爱主姐妹 每一天在奉献 让牧师 也有子弹 在前面打仗 我就不提名字了 反正 谁知道 有一个人 做了一个梦 梦见 他是我的同工 跟着我在打仗 我在前面打仗 他在后面 给我供应物资 就是一包一包的 往传通算摆 一包一包 传通算摆 然后摆着摆着 突然没货了 我前面 打仗没子弹了 他这边也没货 他刚一着急 又一堆物资 放在他面前 他又开始往传通算摆 然后 就运动往上去 我就有子弹了 就有子弹了 然后呢 这个 偷控 偷控 他就打一看 好奇嘛 人都有好奇心 这啥东西啊 上帝就给他一包一包 然后他就往床上摆 然后这一包传到我 然后就被我当了子弹了 他一打开 全是钱 全是钱 我相信这个梦是从神来的 我相信这个梦是从来的 所以今天 接着就用 接着姐妹 我奉耶稣的名 我祝福 我祝福我的弟兄 我祝福我的姐妹 就是 神一定会给你的 而且你能去给别人 就说明你明白了神的心意 神经说 你们 父是什么样的 你们要像你们父一样 父就是爱啊 父就是给啊 父就是爱就是给啊 所以今天你们知道我有四个孩子 我们向谁提要求了 哎 你要给我这个 你要给我那个 我到现在不是一直在给他们吗 我们现在都不一直在给他们吗 啊 所以所以今天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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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实话 我们花了好几千美金 跑到这个地方 为啥呀 不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机会吗 这有一个很好的夏令 让他去参与 然后在这里面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去成长去锻炼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啊 这个几个月前 孙灵要去自己一个人去江州户 啊 我就 我就给他联系 啊 一路上 安排一些大人物出来见他 啊 为什么啊 我们自己的同工 你不祝福他 你祝福他 我一点不觉得麻烦 我很感恩 啊 又又孙灵又给我一个机会 做一点事情 在天上悲伤的一眼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 我们真的要这样子 安卓也在线 我必须点名表扬你 我前两天跟那个北加的美龄打电话 美龄 玉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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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北加玉龄打电话 玉龄说 哎呀牧师啊 我想你 想我很正常 牧师我还想安卓 我太能理解了 因为你 你 你两次来 都是安卓去接你的 他来一次 安卓去专车 专人 去接去送 还请吃饭 我说我要到一个地方 别人这么对待我 我也想 所以 所以 所以今天 今天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所以 安卓 上帝一定纪念你做的事情 上帝一定赐福你 因着爱心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被上帝纪念 更重要的是 人也纪念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安卓天天打电话 给那个 给那个 他俩老分不清 玉丁 美丁 玉丁 美丁 美丁 上次你来 吃费还没给的 上次你来 油钱没给的 上次来 饭钱没给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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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丁就 不会想你的 那会避之不及 避之不及 所以 我就去接你去 我就请你吃饭 我就对你好 无怨无悔 无欲无求 结果 你这边 无欲无求 那边上帝主 你这边 无欲无求 人也感谢你 所以今天 一定要会做人 这就是我以前经常讲的句话 花上帝的钱 交自己的朋友 你安卓 你加油的钱 安卓 你请吃饭的钱 都是上帝钱 阿们吗 花上帝的钱 交自己的朋友 那个 说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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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卓 我说 想你就来 想你就来 所以 我基本上已经跟他达成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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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协议 我会每个月去北家一次 去不单单培训他 培训他整个团队 因为他团队也蛮大的 只是团队有点散 他的这个团队里面领导力不行 我要把整个团队 借着把他团队的领导力培养上来 也把他的整个团队 这个做一个转化 成为一个基督的团队 神的团队 所以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自己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也没跟他讲 你要 你要 你要做什么 我感恩 上帝又给我开了一个门 又给我一个机会 去祝福别人 又能做一点 上帝在天上纪念的事情 今天呢 我们就别想着 我做事情 别人会怎么对我 别人对你那些都太漏了 你今天就想 你做这个事情 能得上帝的赞扬 让上帝喜满足 就OK了 上帝不会让你缺什么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阿们 我们继续来看 26节 就快讲完了 我要从父那里干嘛 父是最大的 耶稣说 我要从父那里 拆保慧石来 我们就是这样的爱主 我们就是这样的信主 我们就是这样的服侍主 主就会从父那里 拆保慧石来 保慧石是 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比真理更大 而真理的圣灵来帮我们 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要为耶稣做见证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看看有没有时间 应该有时间 我就稍微多讲一点 我就稍微多讲一点 做见证 然后呢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去与我同在 我还讲 可一个羊毫毛吧 还是讲我们的孙灵姐妹 我2017年回中国 2015年我离开中国来美国 晃了两天 2010年我回中国 回中国呢 我就跟当时有三个同工 孙灵是其中之一了 还有亚南还有Coco 我就跟他们 我讲 我说我感动 谁让我们转型 让我们转型 然后呢 我们就把教育那一块整个拿出来给了Coco 然后呢 青年这一块呢 我们就给孙灵 当时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们 我们好像在中国的时候就把聚会改到礼拜六了吧 是 我不记得了 就是 但是还是改到哪一天 我当时我记得讲一句话 我说你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就给你们自己了 你们想干嘛 干嘛 我们的聚会就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时间有点久 我忘记了 当时红莉好像也在 红莉好像也在 你们你们就是在中国 我在历七年一八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聚会是晚上 我们的聚会是晚上是礼拜六的晚上吗 是还是礼拜天的晚上 谁能提醒我一下 谁能提醒我一下 礼拜六的晚上 有个人记记得好 当时我就说OK 想起来了 因为礼拜六没有one hour each week 我们白天有one hour each week 大家已经 是周末一共两天 礼拜六one hour each week 整一天 一整肯定就是一天 你别看one hour 结果是one day 然后礼拜天 你别看教会就半天聚会 扯了扯了也是一天 然后我就想 年轻人也要走自己的生活 礼拜六 咔教会一天 礼拜天 咔教会一天 我说这个太不好了 所以我说OK OK 这有激烈好的 红莉在 十九楼的时候改成周六晚上 没错 阿们 所以那个 我们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我们礼拜天没有聚会 我们礼拜天没有聚会 我们礼拜六聚会 礼拜六 孙林那边 孙林那边是one hour each week 然后红莉这边是带着孩子玩 然后晚上 我们聚完会 我们就可礼拜六一天来 咔咔咔咔咔 把所有的事做完了 礼拜天大家放松 礼拜天大家放松 我们那段时间 你们自己说 那段时间好不好 我们教会就敢 礼拜天不聚会 我们教会就敢礼拜天不聚会 而且我们礼拜天不聚会 没有一个人说不好 不是没有人说不好 是没有人说不好 人都走了 因为觉得这教会不正规 怎么礼拜六聚会呢 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 也是这样子啊 现在好了 中国正规了 礼拜天聚会了 结果我们美国不正规了 我们美国现在是礼拜六聚会 所以让别人去说吧 所以不是没人说我们不好 因为说我们不好 人走了 但是很感谢神 留下来的人 每个人都有收获 而且文武之道 一张一尺 礼拜六虽然忙一点 但是礼拜天 大家就可以放松下来了 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怀念那段时光 我特别怀念那段时光 所以这次18年之后 18周年之后 我希望跟孙玲跟红雷 跟国内的同工 我们聊一聊 我们聊一聊 我们把这个国内的聚会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把国内聚会调整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 可以重新我们订一个时间表 重新订个时间表 18周年完事以后 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们就不要把战线拉得那么长 我们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还在有5万RGB 礼拜六还有5万RGB 那我就在想 那我们看一看怎么样 我们就让中国的一种姐妹 可以更多的有自由 这是我们教会真心希望 这是我们教会真心希望的 所以我们也通盘考虑 我们要通盘保虑 因为不仅仅大连 大连的人数在整个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比例 现在已经在往下减了 在往下减了 所以我们要通盘考虑 我们因为18周年 全国各地的弟兄姐妹来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各地的情况 我们了解个人的情况了解以后 我们重新做一个方案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 除了爱神这件事情 除了性质这样 其他事情都可以变 都可以变 所以我们重新我们重新调整一下 我自己我也觉得 哎 这段时间 我们的聚会形势没有问题 我首先我必须抢 我们的聚会形势没有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的怎么样更好 怎么样更好 怎么样更好 OK 所以大家不要想歪了 我们的聚会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怎么样聚会更好 OK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我说了 那我也想红雷啊 孙林啊 雪莹啊 你们对我祷告 你们想一下 OK 我是你们的仆人 不要考虑我 晚上聚会没问题 早晨聚会没问题 你看最近我们梦记得每次开会 都是他们的晚上 那我的早晨很早很早就起来了 你们知道 我其实需要是蛮晚的 那有的时候是四点起来 有的时候是五点起来 那这个这个对我们在美国的人来说挑战很大 没关系啊 只要定下来了 我一定会我准时而且是提前上线的 因为我是大家的仆人 我愿意服侍大家 我为大家做什么事情 我不觉得难 我都觉得开心 所以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保慧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胜利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他来了为我做见证 然后你们也要做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看到没有 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是一群被圣灵充满 有主同在 又与主同工的一个人 这是基督徒最美的身份 我们好多人为什么自闭了 我们好多人为什么抑郁了 孤单 孤独 孤单 孤独 今天真正的基督徒 我告诉你 真正的基督 不会自闭也不会抑郁 因为真正的基督 哪怕只有你一个人 都不是你一个人 圣灵与你同在 圣灵充满你 圣灵引导你 圣灵浇灌你 圣灵更新你 而圣灵就是神自己 所以 我们一个被神拣选的人 我们一个立志服侍神的人 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 顺服神 被主做见证的人 就是这样的盲服 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 圣灵被耶稣从父那里拆来干嘛 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被神招来干嘛 为耶稣做见证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从来不孤单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从来不孤独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自己 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 我非常希望 重复一下 孙林长讲的话 我在某公司工作 我的工作是副业 那主业是啥呀 主业是传福音 主业是戴门徒 所以今天 我希望 十八周年之后 十十周年之后 二十周年之后 我们教会越来越多的人 会说 就好像伊瓦 他会说 我在媒体里面工作 甚至我自己 我自己的媒体公司 但是这都是我的副业 听清楚吗 人家都有自己的 媒体公司了 人家大老板说了 这都是我的副业 那老板你主业是啥呀 我主业是传福音 所以安卓也是一样 我都奉主的名宣告 他会成为他们公司 最大的一个团队 他都成为他们公司 最大的一个团队了 结果 他上台一讲话说 我在这公司 干的活都是副业 底下人就惊讶了 大姐 那你主业是啥呀 我直接传福音 戴门徒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绝对绝对绝对相信 包括小玉也是一样 小玉很快会有自己的公司 很快会签更多的这个项目 有一天有人把小玉请过来了 哎你讲讲吧 你这些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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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开挂呀 给我们分享一些经验吧 我们家经验 经验就是这些工作都是我的副业 大姐 你都这么成功了 怎么还是副业呢 那你主业是啥呀 我直接是传福音 戴门徒 所以今天我越来越盼望 未来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群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没有被打败 相反 我们是相当成功的人成功到别人都要跟我们取经 结果很sorry我们让人家失望了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副业 主业是什么呀 全副业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2021年8月1号都没有意义的一天了 在2021年8月1号我们每个人领受一个使命 我们每个人自己把手放在胸口 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 跟主说主啊 我不论做什么工作 自己打工也好 自己当老板也好 都是副业 我的主业就是传福音 带门徒为主做见证 就是传福音 带门徒为主做见证 我盼望就在刚才我重复这句话的时候 我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胸口 你也同样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 跟我重复这句话的时候 就这句话就成为了你生命的一个转折链 从你内心深处相信 从你内心深处决定 你这样做这样活的时候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都要被祝福 我记得那说起来都十年前了 我就有一个叫三生有幸的课 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讲那么多 简单讲 我们的生命有中心是神 我们的生活有意义 为主做见证 我们的生意有使命 被主来使用 生命生活生意 三生有幸 因为我们的三个生都是被神祝福的 所以为什么被神祝福 因为交在神手里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相信包括Helen 现在是大学教授 以后是我们伟大的科学家 我相信很快他会有很多机会被请去做见证 我相信他在作业也会这样 别人会问他科学上的成就 他说这些都是副业 上帝随便给了我一点灵感 就搞了一点项目 但我的主业是传福音 是戴门徒 是为主做见证 我绝对绝对相信 如果这个Helen把科研当作第一位了 把这个 什么化学 生物 环境 这些理论 这些模型 当作第一位了 他最后了不起是个科技工作人员 但是他今天他做了决定 他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 他愿意传福音 做门徒会主见证 他成为大科学家值世界的问题 而且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我自己 我举起我圣洁的手 我奉耶稣祝福他 也祝福我刚刚说的话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今天 我再说一句轻松一点的话 不要太认真 太认真 太认真你就输了 当然也不要不认真 不认真你也输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主 谢谢